陈宇的吗 陈宇的吗 他去台里了 台里等他有事上班去了 他上班去了 他跟我说他这周请假了呀 这是咱俩说的 其实他不在家也挺好的 他在家他也帮不上什么忙啊 他单位有事你让他去呗 那嘴还嘟嘟着 你什么意思 是不是嫌妈没把你伺候好是不是 不是啊 妈 这孩子没了 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嘛 身体上不遭罪 精神上不难过 班也没耽误上 这公平嘛 我必须得说句公平话 刚才陈宇早的时候 情绪特别不好 肯定是因为孩子 再说人家工作也压力也大 你们得理解人家 你看 又不会威胁 一直都是这样 他工作上的事 家里的事都是大事 急事儿 到我这儿什么都不叫事儿 我都这样了 他连去关心的话都没有 就想不明白了 要是结婚都这样 我干吗要结婚啊 说什么呢 什么叫干吗要结婚 人家都结婚 你为什么不结婚 你要当圣女啊 我就是被你说的 透热闹结了这婚 要我说你这孩子呀 你都能急死我 你就是在那网上中毒探身啊 什么叫女性不用结婚 要独立 不要受家庭的束缚 我请问她几岁呀 她懂什么呀 她现在趁着年轻她蹦的 等她老了她才知道 什么叫孤独 什么叫终老 不结婚又多彩 你听妈的 妈是过来人 妈什么不懂啊 陈宇特别的好 长相就不用说了 她多有上进心啊 人家从那么一个小地方 考上大学不说了 还进了电视台当了大编辑 你说你们这年轻人 有几个能跟她比 妈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一直这种态度 陈宇对我才是处处拿我 你干吗 我话没说完呢 你这还没说完呢 你这不烦呢 你这不烦呢 小晴我知道 你现在心情不好 身体不好 我都理解 可是怎么办呢 你别这么折腾啊 你别折腾你自己 你不要折腾陈宇行吗 我不把猫都给你带来了吗 你实在不行 你就跟猫玩了 然后看姐姐们 妈 我回来了 陈宇回来了 洗洗手 还有一个菜 马上就好啊 快给我去 妈 我帮您 不用不用 您给我 有点烫 小心啊 你不是说请年假了吗 妈不是回来照顾您了吗 我就把年假削了 削了 削了 台里出了点事 我不好意思在张队请着假了 我给你灯着 我给你灯了 我给你灯着会给你灯鱼 这是那个ea 陈宇 对不起 怪我 我看这个一直插着 我觉得挺浪费店的 我想省一整 拔两个小时 然后 我就给忘了 妈 你怎么 朱小琴 你知不知道 我把这些鱼运回来 费了多大劲 从广州运回来 逛运输公司 我就换了三奖 现在这鱼死了 我都没点补去 妈又不是故意的 你至于这么急吗 你别打了 你干吗呀 干吗那皮糠这啥气啊 陈宇 我得说几句啊 再金贵不就是一缸鱼吗 孩子没了 我也没看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菜气了 这个 这个不是你的鱼 吃吧啊 来 陈宇 你给我出来 陈宇 你给我出来 有话说话 一不高兴就把屋里钻 拒绝沟通 拒绝解决 你能帮你给谁开呀 有话好好说 你别那么大事 妈 你别管 我跟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想受这气的 陈宇 你给我出来 我听到头了 跟我走 我跟你说话你听不见啊 你干什么劝呀你